大批民眾聚集在紐約街頭 甚至有人直接站上曼哈頓公共圖書館 外牆柱子旁 揮舞著巴勒斯坦旗幟 要求以色列與哈馬斯立即停火 加薩走廊飽受戰火蹂躏 宛如人間煉獄的景象 使全球不少民眾群情激憤 紛紛站出來為無辜的加薩百姓發聲 希望可以敦促各國領袖 儘快平息戰爭 甚至連奧斯卡影后蘇珊沙拉登 都現身在抗議活動中 說明你不必要成為巴勒斯坦人 為了巴勒斯坦人 你不必要成為巴勒斯坦人 為了解五千人的牢獲 是不適合的 以及是戰爭罪 與此同時遠在歐洲的蘇格蘭議會 甚至被清巴勒斯坦示威者佔領 建築物外貼著白布條 上面寫著停止軍員以色列 不過在另一方面 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也因為這場衝突受盡了折磨 有些行為較為偏激的民眾 接二連三的發起反猶太的仇恨 暴力行動 自從尾巴衝突爆發之後 全球反有主義 伊斯蘭恐懼症等族群分歧越演越烈 使多國政府都發聲譴責這些暴力行為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日前也表示 無論是猶太人 穆斯林 阿拉伯人 還是巴勒斯坦裔美國人 乃至於任何其他種族 宗教的人 都有權在這個世界上 享有安穩平靜的生活 海語新聞社會社會長的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